而中文大選進入了即將要到1500 因為當然也要催人氣了 而今天不約而同 雙方呢還在同一個大樓成立後援會 蔡英文早上先登場 馬無下午接力早食 成立客家後援會蔡英文親自授旗 還以父親是客家園身份 和鄉親們拔甘吉 阿英文 哈甘味 儘管是哈甘味 蔡英文 蔡克宇 還得天天睡前餓補才能說上兩句 現場展示客家服飾競選照 蔡英文連客家領巾都能做文章 然後 民進黨的男生 最應該要溫柔一些 因為在這一次的選戰裡面 是女人要當家 在前輩蘇貞昌 謝長廷面前大談 女人當家 兩人表情看起來好尷尬 蔡英文拼三四百萬客家票 同地點另一頭 馬無陣營也很忙 馬總統和吳敦毅在今天下午的時候 就會在這邊舉辦家長後援會 同時這裡呢 也是和蔡英文客家後援會 只有距離三層樓高而已 馬無下午六樓成立後援會 蔡英文早上在三樓先登場 大選即將進入鬥暑百日 雙英短兵相接 連造勢場合都要 先變先 這次詹評文林佳穎台北 蔡英文不動